今年以来 中共文化部以捍卫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名义连续发布禁令 已经把300首中文和外文歌曲打入黑名单 一些音乐网站被指责扰乱网络音乐市场秩序 危害国家文化安全 而电影导演冯小刚最近质疑中共制定的电影审查制度 认为审查制度扼杀了中国电影的创造力 下面请看专家的分析 冯小刚在一次全国政协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会议上说 近年来 中国的导演没能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 除了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外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审查制度 作家张天亮和文化评论家叶匡正一致认为 中共一直以来都把电影当作洗脑工具 用这种思想控制的手段来保护他的政权 因为电影的话它实际上是讲故事 这个故事如果讲得好的话它会打动人 那么同时的话这个故事所承擡的这种价值观的话 会被人所接受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就能够吸收进去 所以中共的话它看到了这种电影对人的这种改变的力量 所以说它长期来它害怕这个就是电影里面 如果真的宣传一些正统的价值理念的话 那当然对中共它的统治就会形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对中共长期来把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查对象 张天亮表示一个编剧所创作的故事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融入自己的阅历人生哲学和他对世界的思考 大陆民众生活压力大 拍摄这种庶民生活的影片会被批判为对中共为光正的嘲讽 共产党需要的是投资抹粉为自己歌功颂德 所以作为一个电影人要么就是拍些风花雪月 要么就是耍贫嘴之类 而这对创造力却是非常大的伤害 大陆文化评论家叶匡正表示 中国历史非常丰富 但是今天的电影却不能表现 一旦碰到宗教外交或者中共的历史都有非常严酷的限制 叶匡正指出 如果要改变这种审查制度 只有整个社会形态改变 那么这种审查制度才可能被真正废止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也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但是碰触某些历史性的 被称之为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的题材 比如六四 反右 文革 大饥荒 那肯定是深受限制 冯小刚表示 这个问题不解决 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 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 而8月中 纽约时报在头版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中国并不禁止独立制片 但是控制影片的发行 政府的支持能使作品销到全国及海外 在丰厚的利润和民生面前 一些电影导演选择了迎合政府 崔卫平认为 放宽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还有待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开放 而这不仅仅是电影人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新唐记者张丽娜 李婷 王明宇采访报道